接下來進行到比較右接近副歌的地方 這首歌其實安排很多很多的橋段 它主歌跟副歌其實中間很多很多的經過橋段 包括一開始念歌的那一段也算是一個橋段 接下來到比較刷耳弦的部分 世界一直一直變的地方 這時候相對於副歌很強烈的刷旋 這時候我們慢慢來營造一個 接近要比較high的節奏的感覺 所以我們一樣用刷旋的 但是請特別注意 這時候刷的時候不要刷那麼大力 讓它的弦的聲音盡量停留在高音 高音聽起來比較輕飄飄的感覺 低音會比較重 好不要重音 我們這時候只要讓它停留在高音就可以了 所以呢 A-mine和弦是第一個和弦 刷旋的地方囉 世界一直一直變 接下來是G和弦是第二個和弦 接下來B和弦 這邊遇到一個封閉和弦 這個封閉和弦比較難B調 所以你必須把B這個和弦按壓好來 還記得B和弦這樣子 呃 指琴的按壓方式嗎 這是一種方式嗎 男生的手比較大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按壓 第二種呢 你可以把這三次手手並容 的方式來按壓 它也可以按好這個B和弦 好 剛剛第三個是B和弦 第四個呢 到了E-mine和弦 好 我們要開始刷旋囉 再複習一次 A-mine和弦 G和弦 B和弦 以及E-mine和弦 這四個和弦而已 從世界一直一直變 開始 OK 好 這個比較偏 有點像SOUL的這個刷法 看看怎麼樣在刷這樣的一個節奏 注意看我們圖表的入分喔 OK嗎 好 然後呢 到第二段的時候呢 一樣從A-mine開始 A-mine G C 還有一個五級的和弦 叫做D 就先準備進一道副歌囉 好 我們在副歌之前 把這樣一個橋段的這些和弦們 串起來試看看 到副歌對不對 好 副歌之前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做個切音的動作 然後再來提個Glease 滑到副歌 這樣就是可以完成 要打副歌的感覺 那副歌呢 跟剛剛那樣有什麼不一樣呢 一樣是刷的弦對不對 第一個 力道比較強一點 第二個呢 我們刷的大部分讓它整個弦 完整的把重音跟高音部分 把它同時不要拉出來 會比較有 比較厚度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副歌怎麼刷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用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把你想要呈現比較有力道 而且比較有拍點 重擊拍點的副歌 比較Rock的感覺 呈現出來 OK 這首歌曲呢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好好表達出來 那我們來稍微再分析一下這首歌曲的 不同地方的呈現的方式喔 還記得一開始嗎 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